我們今天的憲法法庭宣告了一個讓人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形容的憲法價值 內部邏輯錯亂的程度 讓接下來要修法變得很困難 我們的大法官啊 所譜成的一個程序啊 我必須要老實講 真的是讓人匪夷所思 我們還是會依照我們這個修法的精神 這個繼續去執行 不會因為大法官所做的這樣的憲法判決 來擊倒我們監督行政權的決心 對於事件結果的話 藍白會不會再次的聯合推動修法 修到核心為止 那會有什麼相關策略 例如說先修憲法訴訟法之類的 台灣民眾黨喔 會提出我們自己啊 的修法版本 那至於說中國國民黨那一邊 這個是屬於他黨的事物啊 我們尊重中國國民黨 他們自己黨內 以及他們黨團內部啊 民主的程序 但我必須要老實跟大家講喔 他視線的結果啊 如果長這個樣子的話 內部邏輯錯亂的程度 讓接下來要修法變得很困難 譬如說 在聽證會的時候 他說我們裡面所規定的喔 包括了說 有拒絕政言的權利 拒絕表達意見的權利 這些都合憲 但問題是什麼 但問題是 調查委員會合憲 調查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合憲 受邀的來 給他拒絕政言的權利 也合憲 但是他在上面說謊 處罰他是違憲 我們的大法官啊 所譜成的一個程序啊 我必須要老實講 真的是讓人匪夷所思啊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 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說啊 內部邏輯的錯亂跟荒謬 讓人匪夷所思啊 只要有牽涉到 虛偽陳述的部分的處罰 通通都違憲 所以我才說 我們今天的憲法法庭 宣告了一個讓人 我真的不曉得 該怎麼形容的憲法價值 簡單來講就是 行政官員在台灣的國會 愛怎麼唬爛就怎麼唬爛 期望